陀螺仪手机里面的标配 不管是娱乐学习还是旅行 几乎都离不开它 那陀螺仪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年乔帮主在把第一台陀螺仪 放进iPhone4之后呢 做了一段精彩的演示 在其中的配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 大大的陀螺仪的照片 这个看上去很熟悉吧 也许很多人还玩过 甚至连玩过的场景都很类似 绿皮车上 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 可以打出弹幕来看一看啊 于是从那一天起呢 我就纳闷了 这高速旋转的陀螺仪 是怎么被缩小后 放到手机里面去的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陀螺仪 事实上 手机里面的陀螺仪 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 长得就像是个陀螺的陀螺仪了 至于它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稍后会说到 现在先让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陀螺仪 可以用来测量物体的姿态 这是由陀螺的特性所带来的 我们都知道 当一枚陀螺旋转起来之后 它就不会倒了 而且转得越快 质量越大 这种不容易倒的趋势就越明显 所以基本上 它的旋转轴所指向的方向 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 比如当一枚陀螺 垂直于地面旋转起来之后 它的旋转轴 就会一直垂直于地面 不会变化 而当它跟地面 呈一定的夹角旋转起来之后 它的旋转轴 相对于地面的夹角 也是固定不变的 只不过 只是它本身会在绕着支点 做旋转运动而已 并且这个旋转运动的方向 还是跟陀螺转子旋转的方向 是一致的 这个叫做静动 正是这种 不会轻易改变旋转轴方向的特性 使它成为了 测量物体姿态的最佳工具 当我们把它装到 一个万象的支架上后 不管支架的方向 抚养和翻轨如何变化 高速旋转的陀螺 在里面始终稳住不动 如果我们在XYZ方向上 都分别画出刻度的话 那么就可以通过 不变的陀螺 在变化的框架上 所指出的位置 确定出物体姿态变化的 精确数值了 这个就是陀螺仪 它真的很好用 航海需要它 航空需要它 猎杀潜航的鱼雷需要它 九天蓝月的火箭需要它 到了今天 我们的智能手机也需要它 但问题就来了 你说前面几个硬是要把 转着的陀螺塞进去呢 好像也能找出空间 但手机怎么个塞法呢 结论很简单 因为塞进手机的 根本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虽然它也叫陀螺仪 但已经跟传统的陀螺仪 没有太大关系了 它叫做微基电陀螺仪 靠的是车辆一种叫做 科里奥利利的物理量 来测出物体偏转的运动的 前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解释一下 第一个要知道的 就是什么是科里奥利利了 它说的是在一个旋转的系统里面 当一个物体在进行直线运动时 所受到的一种偏转力 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走直线的 它变成走曲线了 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实验是 在一个旋转的木板两端 分别作者两个实验人员 他们互相朝对方抛出小球 按理说小球应该很容易就被对方接住 但就是在快要接住的一瞬间 小球像是变西法斯的转了一个弯 偏离了原本的路线 让他们怎么都解不到 这个当然是一个小的旋转系统里面 比较明显的例子 其实当我们把这个小系统放大 来到地球的尺度会发现 地球本身也是这么个旋转的系统 这就解释了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 比如北半球的风向右遍 南半球的风向左遍 北半球的热带气泉是逆时针 而南半球的则是顺时针 同样的一条河流两岸的冲刷情况 却并不一致等等 甚至很多人会说 南北半球的人在方便完后 冲马桶时那个漏下去的水的漩涡的方向 都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吗 我倒是没有仔细的观察过 但理论上它确实是会受到 克里奥利利的影响的 好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把它应用 在危机电陀螺依上面呢 首先我们用交替变化的电压 施加在陀螺依内的一个质量块上 让它来做水平的来回震荡 这就像是让坐在还没有旋转起来的 木板上的两名实验员 开始互相抛弃球来一样 接着陀螺依发生了旋转 产生的克里奥利利就让原本 只在水平方向上震荡的质量块 发生了垂直方向上的位移 跟旋转起来了的实验员 扔出了偏转的球一样的道理 而陀螺依内部敏感的电容 可以识别出质量块 发生垂直位移后电容值的细微变化 通过对电容变化的测量和计算之后 就能得出陀螺依的旋转量了 当然这还是一个走向的 如果我们把三个放在一起设计 分别对于上下左右和反滚的话 就能生产出360度无丝角的陀螺依了 这样的陀螺依有多大呢 长宽高只有3x3x1 单位是毫米 把它塞进手机毫无压力 好了 最后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你说陀螺为什么一转起来就不会倒呢 想知道答案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咱们后面慢慢聊 好 好 。